2019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当前 根据一些送餐员的观察 有更多的顾客留在家里 以致订单有所增加 那么越来越多的顾客 也要求送餐员把食物搁在门外 避免同他们接触 记者无量相报道 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送餐员指出 上星期的订单数量 比前个星期来得高 前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比 就有好个5到10% 有比较多会要求掉在门口 我觉得它是50%多 那是原因吗 可能是在假期中 人们会买更多 或可能是因为疫情 人们会在家更多 Foodpanda授寻时表示 每星期的订单环比上升 但公司也有其他 正在进行中的促销活动 因此武汉肺炎 或许并不是刺激订单增长的 唯一因素 不过也有送餐员观察到 订单减少 配送也变得更加困难 其中两家送餐公司表示 他们会把送餐员的健康摆在低位 他们在各自的送餐员中心 提供了口罩和消毒洗手液 让送餐员能够免费领取 据Liliveroo观察 多数送餐员一次会索取三四个口罩 公司有足够的库存来满足需求 受访送餐员也纷纷采取预防措施 联防病毒 Foodpanda会通过Telegram通知送餐员最新消息 送餐员也能通过这个群组宣求支援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相报道